不管是在彩妝 髮型 美甲 文袖 美睫 各方面都樣樣記憶 潮群 在業界有三四幾年的時間 同時間也出了七本著作 歡迎我們的陳俊誠老師 周老師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老師今天要為我們帶來 什麼樣的妝髮呢 今天是有點比較時尚一點 然後又比較有創意的 那我們是不是先 馬上就來開始了呢 好 那剛剛這個老師應該有幫他 已經做了一些 有先簡單的把他的 頭髮髮技有先把它給紮起來了 那底妝的部分的話 我也是有先把它給上好了 比如說你遇到model的一個 膚質比較乾啦 或者說他不容易著妝的話 可能在選擇底妝的時候 就要特別挑過了 好 那眉毛的一個計畫的話 其實有很多種 那當然我最主要的話就是 先以框為標準 然後再把顏色著上去 其實眉毛的部分 我不需要畫到很濃 看起來老師的筆觸是很輕的 對 力道不能太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用 我們的這個眉刷 那需要做輕輕的 現在一開始就先不要刷裡面 我們就先刷眉頭的部分 為什麼 第一個不需要淡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需要做到 所謂的健身的一個效果 那順便我把這個 就是眼窩的這一塊 在清明穴的這個地方 我也先把它給打出一個陰影出來 然後同時也把鼻影也把它給帶出來 哇 現在很快呢 我們的這個眉毛就做好了 剛在後台的部分 看老師做底妝也是很快 其實我還是會強調一下 第一個就是他鼻影的部分 然後讓他鼻子稍微比較停一點 所以我會把眉毛稍微把它給畫到 靠屏停一點 因為我們東方人的這個五官 畢竟還是不像外國人的本地 黑色的眉筆的話 我們需要做一些就是 一些勾法 眼線上的勾法 以及我們上下眼線的一個描繪的方式 現在眼尾的地方先勾勒一下下 看看之後的話 我再來就是畫一下我的下眼泡的地方 就是我的下眼線 只是畫一點點 那這下眼線的話 我希望它還是全包 來 慢慢地把它給描繪過來 讓它能夠全部的 把整個眼睛把它給放在一起 好 那我們加強一下就是眼尾的部分 讓眼尾的立體度會更好一點點 好 那可以的話再來就是 整個眼睛的那個線條已經出來了 我們再來就是要準備畫它的一個勾法 就是讓眼睛來放大 在睫毛的這一塊的地方 那我往上差不多量出 0.5到0.7左右 我點了三個點 好 那我就把它給接在一起 哇 這個點滿大的 整個 好像整個眼窩的感覺 大眼線的地方 我們就讓它有點往上延伸 好 閉著 那我們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點 跟這個點我就把它給接在一起了 好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們要畫的 刀勾妝 那刀勾妝的話 最主要是它展現出 它眼睛讓它變得超大的 有一點舞台的味道 那我們下一個動作的話 就是我們選到我們的 擺成底高 為什麼要打這個底高 最主要是要讓我的眼影 保和數要夠 好 然後慢慢地把它給打漸層 讓它有一點點 比較柔和一點點 好 那但 眼睛上你也可以用你的手 來做推的一個動作 好 這樣我們就看不出 這個妝的話 其實如果來做 像澳大利荷本的感覺也是很好 那我再來就是把它的周圍 再稍微抑開一點 可能就使用我的粉底刷 這支很大的一支這個刷子 然後把剛才我上粉底的 部分的這個粉底 然後再跟它我的這個白色 把它融合在一起 好 這樣子我們就看不出 這個剛剛的那個筆觸了 下個動作的話 就直接要來上我們的眼影 那當然首先要上的時候 我們會先把我們的這個 勾的一個外側的地方 我先來把它給上 因為我要可能要先讓它 柔和自然漸層 因為我們可能要來做一些 它的這個外側的一個暈髮 所以你可以選擇 刷子稍微鬆散一點的 會比較好 我還是以選擇 戴紅色跟黃色 老師如果就像這樣的妝 如果打去做新娘子 有人敢嗎 應該 應該不敢 對 應該比較 稍微比較 比較像舞台 真的嗎 對 我覺得是這樣 不過我最近還接了蠻多的 他們 他們有的新娘子 他說在最後一套 他們希望畫個老人妝 是 他說他們希望就是香水 然後50年之後就是這個樣子 那黃色完了之後的話 我就接的就是我的橘色的部分 我橘色跟黃色的部分 你還是要讓它能夠連貫在一起 所以它並不是說是單塊狀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服裝 第一個就是 雖然說是很有創意很露 不過就是還有一點它顏色很淡 那你的妝可能就需要怎麼辦 稍微鮮豔一點 然後把它給強調出來 在眼睛的部分 一般我們不會全部都黏掉 好 橘色完了之後 當然我還是希望再強調再更立體 因為同樣的一個橘跟一個黃的話 其實它還是滿平面的 所以我就再加上 然後是我會加大紅色的 哇 大紅色 哇塞 很想要看出來 最後是怎麼結筆這樣子 我希望在溝裡面 可以畫一些比較對比色的 其實它最主要是讓某一個地方 某一個點能夠跳得出來的顏色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利用這一個 有點亮白色的所謂的眼影 那當然它是修容筆 然後不過它是一個提亮的動作 我就直接上在它的溝的裡面 我直接上白 但你在壓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的粉質會比較細一點點 所以可能會有點像這樣會掉落 那沒關係 我們就壓一壓 我們再做一下清潔的動作 讓它的白跟你的藍 能夠融合在一起 好 再下來的話 我在眉骨的地方 也是希望它有一點點白的一個感覺 不要讓你的顏色 整個就是跟你的眉骨融在一起 圓看的話 可能就是眼睛跟眉毛是成一體的 因為我希望在眼頭的地方 它是亮的 可以做提亮動作之外的話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它也可以開它的眼頭 再下來的話就是 把我們的眼線也稍微拉一下 上眼線的部分 我可能會畫得比較稍微粗一點 可以隨著你自己的筆觸 你要拉到多遠 或拉到多深 或是拉到多處都可以 所以如果說用眼線液的話 有時候就是說 你可能沾了液體的多寡 控制不好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整個妝感 好 那我們的眼妝大造就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就最主要的話 我們就是要加周邊的一些蕾絲 老師聽說你以前也是 跟美術有相關的畢業的 對不對 很喜歡畫畫 超喜歡畫的 我封道有時候連房間裡面 然後就會放一張大圖 對啊 然後就在那邊畫 然後畫就每天隨著心情不一樣 然後就畫不同的東西出來 對啊 當時跟老師聊天 就發現老師 自從有畫畫以後 就不換工作了 小時候換很多工作 都做不住 然後只要跟這個畫畫有關係的話 老師整個就非常賺注這樣子 對 那玫瑰的話 我們就是以簡單的 就是你可能在下筆的時候 要特別輕 但有一個轉折的地方 你就是可能有一點力 然後在收尾又是輕 所以它畫起來就是有點像 三角形的一個呈現方式 好 拉細細的一線 你可以打小圈圈 或者是小半圓的方式來呈現 其實是很快的 好 那我們就是在這個範圍內 比如說這個範圍 我可能就是打了三個圈圈 好像一個蕾絲貼在眼尾這樣的感覺 一般我們畫這樣的話 我們都會用它的底尖 就是讓它可以用它的細的地方 盡量不要把筆壓下去 好 最後的話 我現在準備把它的睫毛裝上去 放在你的眼線的內側 然後清潔的撒到我們的一點點亮分 我們這個妝就差不多已經大門告成了 今天非常開心 請到我們陳靜騰老師 來到我們色彩密碼示範 蕾絲妝 在蕾絲妝的部分 剛剛它用到的倒鍋的筆法 還有讓它的這個外圍更有層次 除此之外呢 它還用水性顏料做了蕾絲 而且貼鑽 讓它的眼睛看起來非常的不一樣 在下一集節目呢 我們也會介紹到 身體彩繪跟我們視頻的部分 色彩密碼下次見 掰掰